大家好,今天我们先来学习一下韩国的子音和韵音 然后呢,再学习一下韩国的字的历史 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韩国语的发展史 韩国语呢,刚开始是为了,是世中大王他创立的 刚开始是为了没有文字的韩国百姓而创立的韩国文字 韩国文字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然后呢,他也有历史纪念日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韩字的历史 母音呢,是根据太阳、地、还有人、这样自然环境而做出的这样的字 然后用妈妈的声音呢,就是小孩出生之后最出来的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妈妈 然后以这个声音来做成的 所以他的韩语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的母音吧 非常好 紫音呢,这个不能单独的发音 它需要有人帮助,因为这个发音非常难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语言的时候也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一样 那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子音的发音吧 那我们学完了这个母音的发音呢 那我们一会儿来,现在来学一下这个发音它的字和字组成之后的发音怎么样 我们来读一下吧 非常好 非常好 这样大家会感觉非常简单也感觉很难吧 那我们来继续学习 韩字的子音和母音呢,它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就好像孩子和母亲一样 谁缺了谁也不行一样 他们要在一起,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这种韩国语的魅力 好了,我们继续学习吧